一百一十二年全國運動會 將從十月二十一號展開賽程 今年由睽違十六年再次接手的台南市主辦 二十三號上午在關子嶺 水火同源取火 隨後由聖火隊護送 這母火燈到安平古堡 市長黃偉哲更是親自到場 映然聖火 金曲歌後黃飛帶來輕快的歌曲 為一百一十二年全國運動會 聖火引燃典禮 熱鬧開場 母火引燃 緊接著在主辦城市台南市長 黃偉哲帶領之下 引燃母火 再由聖火隊一起點燃火炬 宣布全國運動會聖火傳遞 二十五號在台南 延平郡王寺開跑 一百一十二年全國運動會 聖火的列車終於在今天開始開動了 早上我們到關子嶺水火同源的旗井 來引火 來點 來取火 那晚上來安平 一山一海 那一個自然大地的旗井 一個是人文會吹的地方 到安平來點燃這個聖火 這次聖火傳遞主要是串聯 全臺灣各地的風景名勝以及重要景點 有許許多多在各地各縣市的運動精英 來這個擔任聖火手來傳遞聖火 我相信一定是非常非常有看透 台南市睽違十六年再次主辦全國運動會 黃氏聖火迎人典禮就辦的熱鬧滾滾 聖火隊這十六天的環臺行程 包括本島 金輪 澎湖 蓮江 還有整個台南市三十七個行政區跑透透 要邀請全國民眾一起到台南為選手加油 記得綜合報導